专题组 空间设计类 作品名称 定制与自然 参赛组员 叶刘湘 郑吉胜 各位评审好 我们是这次的参赛者 我们的作品名称为定制与自然 以下为我们的专题报告 研究动机 在这一次的专题呢 我们运用了许多在学校课程里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 并且参照现在业界室内设计公司的接案流程 并实际的专演设计师的角色 与屋主面对面的对谈 目的是在于为了体验室内设计的专案实务 工作计划 如图表 我们列出了向业界室内设计公司的接案流程 并事先做了时间分配 与工作分配表 有了事前的计划 我们按着步骤 从基地分析开始研究 基地分析 这次的基地位于台中市南屯区 这次的建案正对复丰公园 林爸爸当初就是看上屋外有这么好的绿景 才决定买下这间房子的 基地建物分析 这次的建案位于三楼 屏数大约为40平 为了更深入了解这次的案子 我们用Sketchart软体建了3D模型 也用珍珠板和一些材料 将建筑物的外观以模型方式呈现 屋内线框 我们实际拍摄了屋内线框 并与业主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 针对林爸爸林妈妈和林弟弟一家三口 进行了各自需求的探查 在与屋主面对面的对谈当中 我们彼此更熟悉 也培养出了默契 在了解屋主需求之后 我们开始平面设计的发想 平面设计发想 第一阶段 泡泡图发想 平面A 平面B 平面C 第二阶段 初步动线与隔间规划 平面A 平面B 平面C 在三个平面图中 我们挑了两个做更详细的设计 分别为平面A与平面B 平面A各空间配置发想 厨房 客餐厅 小孩房 平面A定案 我们将各空间都以双向进出的概念 形成一个Crowplan的空间设计 平面B一个空间配置发想 厨房间餐厅 客厅 主卧复合小孩房及游戏区 平面B定案 针对加州每一位成员我们设计了各自的专属空间 并设计了较火波的动线规划 平面图确认 我们将两个图面拿给业主挑选 虽然林爸爸很喜欢平面A的开放式空间设计 但他更喜欢平面B为每个人设计专属空间的贴心 于是我们将最终的平面图以AutoCAD绘制 并将几个重点空间以手绘透视的方式呈现 研究结果 最后我们以SKATCHOP建模 进Atlantis渲染 有了最后的3D效果图 而针对每个空间 我们都有一个小故事 爸爸的小宇宙 运用户外开放式的阳台和绝佳景色 以原造草皮和木头地板为地平 搭配藤边的圆形钓椅 营造出如同置身山林中的秘密基地 来场球池大战吧 滑梯与球池是林弟弟最爱的游乐设施 旋律 身为一个音乐家 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自己的舞台 所以我们为林拉玛打造了一个专属于他的世界 凝聚 参注的一端是视觉凝聚的焦点 象征家人之间的用心 凝聚了彼此的感情 温暖 在客厅部分照林爸爸要求不家装电视 以面对面的方式排列沙发 让客厅成为家中凝聚温暖的地方 心得与检讨 在我们身后 就是这次专题最后展出的成果 经由这次的专题竞赛 在设计专案实物上 虽然有相当的成长以及进步 但仍然有许多实物内容 是现在我们仍然无法立即体验的 但身为高职生的我们 若能在现阶段就具备专业的知识与技能 并加以整合运用 相信在未来与职场接轨的过程上 我们能以更谦卑的态度 更自信的能力 迎接未来的所有挑战 我们这次的专题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评审